我做的看起來蠻好吃的耶 難道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我們才弄第一次就已經這樣了 我跟你們講 我人生中沒有做過炒蛋 然後我唯一做一次荷包蛋 也是在我們節目上面 裡面是半熟 看起來很冷 真的假的啦 喔有喔有喔 不會吧 今天的影片結尾一樣會有抽獎時間 記得要開啟C字幕 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後面喔 遮遮開箱 大家知道我不會做飯 我們今天要做一件 我覺得我們從來沒有挑戰過這麼困難的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不但要煮東西 而且要做蛋包飯 然後更重要的是就是由我本人親手的來做 你們覺得我會成功嗎 因為講真的我是還沒有吃午餐 我們就是當作就是這個就是我要吃的午餐 但是因為我們買的是現成的飯 再怎麼失敗我還有現成的炒飯可以吃 先跟大家解釋這個東西 這一款煎鍋呢 它在台灣被取的名字叫做Kichi 日式升級煎鍋 如果大家有去過京都玩的話 可能會知道在京都當地呢 有一間非常有名的賣蛋包飯的小餐廳 叫做Kichi Kichi 就在那個鴨川那邊就有一個 到處都是百貨公司的地方 然後從鴨川旁邊的那個巷子 走進去有一個很窄的巷子 裡面就有什麼聖牛啊 其實有一間蠻有名的餐廳 然後其中一點就是它 叫Kichi Kichi 然後你一進去呢 看到一個長得非常像航海王裡面的人物 就是它的主廚 它就戴著一個紅色的帽子 而且頭髮也是紅色的 然後它做出來的蛋包飯呢 就是非常好吃 重點是在於它的那個蛋包的部分 它就是可以做到超級超級的鬆軟 然後整個這樣子蓋到飯上面以後 再拿刀這樣一切 它就會整個散開來 其實很多人都去過 包含Joman 他們就是有去過 其實那一間店就非常非常的有名 基本上你要去吃的話 你一定要在一個月以前預約才吃得到 它的售價也是不便宜 就是如果你在它那個小八海吃它的那個蛋包飯 大份的一份就是要2700日幣左右 也就是你一份就是800台幣就沒有了 就可見它多麼的有名 就即使賣的這麼貴 還是這麼多人就是前鋪後繼的要去吃這個蛋包飯 這個主廚 他就是有一天他就突然間覺得 他希望可以讓很多人都可以用他的方式 做出厲害的就是很鬆軟的歐姆蛋放在蛋包飯上面 所以他就開發了這樣的一款專門讓大家可以做蛋包飯 歐姆蛋的堅果 當然他可以做其他料理 但主要是拿來對付厲害的蛋包飯的部分 就像他上面看到 號稱呢 只要你擁有的這個廚具 然後練習個幾次就可以做出也是鬆軟 蓬鬆的道地的歐姆蛋 但是我真的是很懷疑 因為你知道他在那個影片裡面也都會強調說 那這個動作要多練習 那我們今天就只有一兩次的機會 那你是要我怎麼辦嗎 可以給大家看他的那個主廚就是長這樣 就是那樣非常像航海王裡面 就是遇到某個島上面突然間冒出來的某個人 本來啊這個主廚他很熱情 他就說他可以來台灣幫忙宣傳 就是他很高興 然後那個廠商就這樣說不要啦 就是很麻煩耶 現在來台灣又要隔離什麼的 但是我現在真的好希望他就在我旁邊 就我們等一下就看他表演就好啦 這個呢 是他裡面的那個堅果 他其實就是長得蠻走可愛路線的 他上面還有就是畫一些香腸啊 荷寶蛋啊 這是他本人吧 這是他本人 喔對啊 這是他的那個紅帽子的那個形象 可是他底下的臉就是蛋加香腸的感覺啊 就是他其實可以拿來做一些早餐什麼的 然後他是一個不沾鍋 底下是這樣子的 反正他整個是鋁的那個鍋面 就是要讓他的導熱可以再好一點這樣子的 你看喔他的鍋長得跟一般鍋不一樣是 他有個弧度他不是完全同心圓的 就是你會發現他這邊是比較圓 可是他上面其實是一個橢圓的 就是等於他不是一個同心圓的形狀 就是他為了讓你在做那個蛋的時候 因為你最後要把它弄成一個弧度 你就要這樣斜的 我去弄他 我這樣講的好像有一回事 其實我只是看過他的影片而已 這邊弄弄弄 然後讓他可以在這個弧度的地方 可以把那個蛋接住變成一個弧形 就會比較漂亮 就他希望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好 這是鍋子的部分 把手長度跟鍋的這個比例都是有特別設計過就對了 然後再來是他 這也很顯眼 各位就是如果你們今天看我們錄完 想要看這個食品的話 應該可以到光滑上旁邊三窗 三樓會拿去展示 因為他們的那個樣品不夠 所以變成說他現在拿給我們錄 然後我們錄完以後要拿去三樓展示 所以千萬不能把這東西毀掉 你知道嗎? 那你看他的鍋產長得也很特別 第一個他是用那個耐熱的矽膠 他的形狀跟一般的鍋產不一樣 就也是為了讓他可以去做那個 蛋包飯的弧度的部分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凹進去 看他的影片 他就這樣弄一弄 他就會拿這邊 他這個擋在這邊就剛剛好 然後他這邊做一個 就是其實就是讓你可以貼合他的邊邊 他才有彈性的空間 去隨不同的角度去凹嘛 對不對 如果你整個做起來的話就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是故意是做這樣子 所以他看起來真的很像小孩在搬家家 就是一個道具 所以如果這個啊 你做一做不想做 或是平常沒事 你要讓你的小孩拿去搬家家 也OK啦 這個就更像 就是他的飯膜 就是你做那個蛋包飯的話 底下的飯的形狀 如果你要做得很完美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飯裝到裡面蓋上去 就會非常的完美 這就是比較大的比較小 這一套真的很像玩具 就沒有想到他真的可以拿來做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應該會要先把飯弄好 這個弄完啊 他就是要馬上蓋到上面 所以你等到弄完 再手忙腳亂去弄這個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要先把炒飯放進去 蓋到盤子 先給大家看我們今天優比的炒飯 他裡面已經做好那個茄汁加進去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蛋上面什麼都不用調 就是還是會有個味道 這就很簡單啊 你就把這個飯放進去 然後蓋上去就好啦 但其實一般的蛋包飯裡面 不會這麼豐富對不對 裡面他就是很簡單的飯 因為他主要是看那個蛋上面的那個表現 我覺得那個主廚如果真的看到我們這個影片 可能再直腰頭而已 沒關係 然後你們知道他 好像跟台中一些有名的賣漢堡的小朋友 叫什麼傻瓜漢堡 主廚有 傻子漢堡 日本的這個紅帽的主廚有教他做過他的蛋包飯 所以不曉得在台中吃不吃得到 我們是要把它弄得密一點 這樣它出來才會很紮實 等一下喔 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覺得 但我覺得它真的料太多了 所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像就是說 如果這是一個正常的炒飯或什麼的話 它還是一個很漂亮的形狀 然後它其實上面也沒有什麼渣渣留下來 它不會渣的 嗯 它還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最重要的事 哎呀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現在熱鍋對不對 對 就這樣 好 我覺得它好像真的有不沾鍋的感覺耶 看起來是啊 對啊 因為它上面的那個 油就是浮在上面 油就是浮在上面 哦 你看我做得多好啊 好像差不多了 哦 這樣就夠熱了 各位觀眾看到了沒有 我跟妳講 對於不太會做菜的人最重要就是你火不要開太大 只要火不要開太大都還有得久 哇哦 我媽現在可能在那個電視機前面很感動的落淚 然後它就一直把它弄得很像很像在做炒蛋這樣嘛 對 對不對 然後它都會放稍微比較往前斜的 天啊 我真的在 我真的在炒蛋耶 我做得看起來蠻好吃的耶 搞什麼啊 各位觀眾 難道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這時候呢 我們就趕快的來把這個蛋 雖然它形狀沒有那麼完美 但是我覺得以我做出來已經很厲害了 欸 沒錯啊 很大 誰說嘛 你趕快哭一下 我覺得這已經超乎我預期太多了 我本來想說我們弄兩個小時都弄不出來 有沒有感覺是嗎 才第一次耶 我們才弄第一次就已經這樣了耶 我跟你們講 我人生中沒有做過炒蛋 然後我唯一做一次荷包蛋也是在我們節目上面 就這樣 裡面是半熟 看起來很冷的 真的假的啊 雖然沒有流糖 可是還是看起來很冷的 我看我看我看 有耶 不會吧 很厲害耶 我應該不要切那麼旁邊 它就會整個很漂亮的掉下來 我已經真的很滿足了 真的太超乎我的期待了 也超乎我的期待 對 很厲害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剛剛洗完 這麼乾淨 就是它其實是很好洗的 簡單的這樣弄 因為它是不沾鍋 你看我們洗完 像全新的一樣 我覺得我真的很感謝它 會不會其實我是一個料理的天才 只是 只是 就是我的家庭環境 一直沒有給我這個機會 發揮 哭了 但是我可以去旁邊哭一下嗎 單吃這個蛋 看看 因為我覺得好好吃喔 看起來很嫩耶 對 真的很嫩喔 是蠻好吃的 還有一個表情 好快樂 一顆五塊錢的雞蛋 照樣是可以做出好吃的蛋包飯 真的好吃耶 這比媽媽做的還好吃耶 不是 因為媽媽 他們不會去想要把蛋做成到這種程度 真的這個在餐廳吃到都不會生氣耶 因為我前幾天才在一間賣豬排的 吃它那個咖哩豬排蛋包飯 我覺得它的蛋包都沒有那麼好吃耶 因為它不是做成這樣 它是薄薄的那種 想買 這腦部有夠弱 可是講真的這個東西 如果能夠讓我做出這樣的東西 我會願意買 對啊 很簡單 因為我會做的東西已經不… 已經不懂了 所以我接下來只要學如何炒飯就好了 你只要去買炒飯 對… 就去買飯然後裡面弄番茄醬 然後這樣炒一炒就好啦 應該不會很暗 既然我連炒蛋都做出來了 這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真的超嫩的耶 很嫩啊 我是就是會把那個火就沒有調整個燒焦的那種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我把義大利麵的白醬做成一團灰燼的那種 就最後只能整個倒掉 但我今天居然做出了這樣子的東西 而且是用瓦斯滷味 就是我還不是把它放到廚房裡面用廚具去做 就是這樣弄一弄弄一弄 就做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推薦給 覺得自己不可能會煮菜 或者是就是廚藝上可能沒有到很精進的人 如果你是想要試著做出這種 真的是比較正宗的嫩的日式歐霧蛋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好用 因為你看我們剛剛就倒下去 然後這樣弄一弄弄一弄 馬上就成型了 就只是最後你行動好不好看過 你可是口感絕對是好吃 這個鍋呢你也不用擔心說你買了這個 就只能做蛋包飯 那萬一你不想吃蛋包飯怎麼辦 因為它還是可以讓你做一些 比如說早餐啊炒一些東西 所以你在當作一般的用瓦也是完全是OK 而且它又很好洗 所以它其實還是一個很好用的不沾鍋 你也可以搭配自己家裡面的鍋餐 你這個就是拿來做蛋包飯用 那你其他你還是可以用 然後還附這個很可愛的飯模 就是等於你做出來的飯 它可以是好看然後又好吃 太推薦給大家了 我覺得太感動了 然後我們這個會拿去展示 所以大家想要看的話 可以到三重去看一下 就是它是期間限定的這樣子 這個Kichi日式神奇堅果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它相關的資訊的話 我們會把它的頁面放在影片底下 你可以自己去研究 因為其實紅帽主廚 它已經有一個日文版的 就是它示範的影片給大家看 但是之後它會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會有一個中文的食譜 給所有的贊助者 所以你現在贊助的話 你之後就是可以得到整個完整的套組 可以把握一下這個機會 最後就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我們今天當然就是要抽這整組的 Kichi日式神奇堅鍋 來給幸運的觀眾 就包含了這個不沾鍋 然後鍋鏟 以及這個兩個飯模 就是一整組 給一位幸運的觀眾 那要如何得到 只要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你就有機會可以來得到這一組 Kichi日式神奇堅鍋 所以大家趕快踴躍來留言 留言的時候就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比如說你平常做料理的一些經驗 心得 或者是你今天看完這個 你有什麼感想都可以來跟我們發表一下 或是說如果有人有去京都吃過這一家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它的口味 因為它聽說是比較法式口味 可能跟我們一般有點不一樣 也可以跟觀眾分享看看 那總之呢 就是希望大家有機會就可以做出一下 這樣真的蠻酷的好吃的料理 那你也可以選擇先贊助 如果你得到它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轉送 大家趕快就是踴躍來留言 大家可以踴躍地把握贊助期間來支持 今天我們的開箱就先開到這邊 因為我要繼續來把這個吃完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快點我們來看我們的那個 攝影的試做 因為它本來是我在做才一定做得更好吃 嗯 真的看起來很好吃耶 更厲害 但我好難那個 像它的那個畫面裡頭那樣 翻對不對 對啊 看起來超好吃耶 天啊 各位就是 平常有在煮飯的人做出來就是這個水準 對啊 看起來太嫩了吧 對啊 他用的是那個比較小的模具 因為它希望呢 它長大 對 因為它希望它的蛋是可以整個包覆到上面 不會像我剛剛那個 因為我剛剛用大的模具 對對對 讚讚讚讚讚讚 好像還是有點太熟了 可是它每次切開的麵都好療癒 看起來超嫩 有點像玉子燒 對就好像有點太熟變玉子燒了 因為從舖面看這邊感覺是太熟了 所以很厚 好